因為家瑜的關係不對 才會有很多那種變態的人 是 我也其實是其中一個人 變態 我第一次看 第一次看一遍 國小四年級的時候 去學校的時候 就是跟所有的同學發表說 用摩擦的方式會舒服 摩擦 他覺得我不會讀心術 他有禮貌到底是想表達的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不知道日本人到底他們在想什麼 其實我跟少俠 我跟大俊快一年以前 然後少俠也一直跟我說 我完全不知道擁戴到底在想什麼 我自己也是在考慮為什麼是這樣 後來發現 好像日本人是因為 講話很迂迴 對 所以不敢表 因為少俠是一直很直接講話的 但我是比較害羞 所以沒辦法跟他講話 才會是有這個問題 不是… 因為我以前搭空途園的時候 我們其實要非常小心日本乘客 怎麼樣 因為他不高興 他不會講 不講出來 他直接寫那個公告 投訴你 而且他都是笑笑的這樣 對 他還… 來救護… 來救護… 來救護那個信的時候 他給你信 你以為他是要誇你 你拿到好開心 要加分了 結果隔天主管就說 你被人家投訴 然後就 我以為我服務他服務得很開心 完全死得不明不白 這哪是禮貌的問題 怎麼那麼陰險 少俠你也跟我拒絕了 是這麼覺得嗎 好像你也會拒絕 好感想出 好 OK 少俠沒有錯 因為日本人不容易交心 他有距離感 好… OK 多… 有距離感 在日本找工作 就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因為非常的境界 因為日本是跟台灣不一樣 台灣的話那種 如果想要換工作 其實可以換工作 只要你有這個能力 就可以去別的地方 但是日本是那種 不然 雙承一輩子 對 不然 他們會如果是辭職的話 他們會覺得是 這個人是有問題 然後薪水也是從零開始 畢業大學是 出社會的時候 一定要進去好的公司 所以代表 待到老 對 所以就是 我們找工作的時候會麻煩 如果像我同學的話 就是用兩年考了 大概一百多個公司 終於考上兩個企業 OK 我是覺得很緊張嗎 因為我兩年都是一直在台灣 要嘛練球 要嘛一直在節目講批話而已 確實 我們不可以一直這樣講 對 這是真的 我真的沒有什麼在準備 OK 但結果我真的超小 我脫你的福 怎麼了 結果我這個月回去日本 然後我只有考兩個公司而已 因為都是我聽過的名字的公司而已 結果都考上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考上 我就問他說為什麼 他們都說 我沒有遇過像妳這麼活潑 尤其這麼會講話的人 訓練台灣改造了他 很棒耶 對 說話 變得活潑了 因為日本人非常拘謹的 講屁話不容易 不容易 好 第二點 上班壓力有夠大 下班撒錢 紓壓 壓力真的很大 下班 我要寫Gmail的時候 中文的話只要寫 請問 兩個字就好 但是日文的話要寫 太誇張了 但是 不認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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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 不認識嗎 還沒有聽 還沒有聽 對 我為了寫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我花了一個小時 我會頭暈 真的壓力太大 然後我才發現為什麼 日本人這麼愛去喝酒 跟那個高中同學們見面 一起去喝酒 結果他們花錢真的很誇張 從舉酒屋開始 晚上一直花錢 續攤 一直喝 你知道為什麼是要續攤嗎 日本人是 沒辦法在一個地方 在一個小時以下 為什麼 他們會覺得很膩 而且他們覺得 對店家不好意思 台灣是在麥當勞 八個小時也可以 真的不行 去舉酒我花了五千塊 然後他們說要去酒吧 然後 再花 對 然後我剛好 我遇到一個 我感覺不錯的女生 我請她喝酒 開始聊天 他們都說 你了 差一個地方 然後她帶我去酒店 那時候人生第一次去酒店 然後我就很害羞 他們都說 又要差一個地方 他們說要去夜店 那時候 我已經抽不了 沒有 因為我在台灣 如果要去夜店的話 就先去便利商店 喝酒 先灌個兩杯 然後之後再進去 我這個很 這個很快 這是最快的方式 沒有立場而已 可以啦 要在裡面花錢 那個爛酒先喝一喝 對 那比較近 我已經抽不了 我已經在睡覺 然後我以為 啊 終於可以回家了 他們說 剛剛花了很多 我們要去白金哥 把金哥 要去賭錢 對 那時候已經早上8點 然後我玩到 厲害 晚上6點 這個我們值得思考 辛苦 來 下一條 日本男生都很色 SKB 落後的新教育 也要負責任 今天要改成全球男生都很色 SKB 對 但是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很多人 以為是日本人都很色 我是覺得是教育的關係 因為教育的關係不對 才會有很多那種變態的人 是 我也其實是其中一個人 真的還好 是白了 他好誠實 我第一次看 第一次看A片是 國小四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我去那個阿姨的家 阿姨的家 然後剛好看到 阿姨在洗上 阿姨在看 阿姨的A片 對 Live的A片 我就稍微看一下 讓我打開眼界 然後稍微模仿一下 原來有這種東西 然後我還模仿一下 因為我是比較 對 後來我有一天 我去學校的時候 就是跟所有的同學發表說 看了A片的心情 不僅是這個是 如果是用摩擦的方式會舒服 摩擦 摩擦的方式會舒服 為什麼好像在講阿姨的精神燈 是 然後那時候我也是 原來我發明了一個東西 我可以摩擦 好像我是一個英雄 然後同學們都很開心 也仁嬌 大家也跟我報告說 勇太 謝謝你告訴我這個 對 然後 摩擦會快樂 健康小老師 他變英雄了 他們那時候只是不知道 那個說法叫什麼 我們完全沒有什麼性教育 我是覺得因為有這種環境的關係 真的 日本人 做那種那些性少老師 痴汗真的太多 而且我有一次是被當成痴汗 怎麼了 高中生的時候 我的學校比較遠 所以我要搭那個電車 然後我看到旁邊的男生在喝酒 然後他又開始摩我旁邊女生的屁股 我是覺得這個不對勁 結果那個男生馬上跑走 他把女生轉頭給我說 那是痴汗 是你 對 以為是你摩的 而且那時候 那你不如摸 對 你還摸到 我知道我也變成痴汗 但是你還沒摸到 對啊 是你摸我 永泰你要跟他講 真的不是我 要不然你聞 喂 對 又沒有放進去一下下 好啦 我國小就已經學到 不應該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就不會 但後來因為 我講的就比較老 所以後來真的過來 叫我去警察覺得 錯比率兩個小時 好冤枉喔 真的很誇張 但剛好有人在看 所以我就每次 好 謝謝你的分享 謝謝 謝謝永泰